阿端 然後我在OCF工作 OCF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我們這一年多來做很多跟這個GNV有關的國際交流 那現在呢就想要做一個就是 可能跟這個GNV國際交流更有幫助的專案 就是這個GNV Channel 很爛的名字 所以等一下要徵求一個更好的 就是這個GNV的概念大家知道 就是最早最早的這個概念 就是所有的政府網站都是這個 Domain Name 都是GOV.TW結尾的 那基本上這個概念就是把這個O改成Line 那它可以連到一個更好的Shadow Website 或者是更好的User Interface的網站 但是現在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自從那個國會代表大覽機換掉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那不如我們就來做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呢就是任何一個網址它被改成這個GNV.TW結尾的時候呢 這個系統就會去找就是原始的這個政府的網站 分析它的關鍵字啊它的這個是屬於哪一個部會 然後就連結所有呢跟這個有關的這個Open Data 然後立刻建立一個新的頁面 然後呢使用者就可以訂閱這個頁面 如果這個頁面有任何修改呢 它每個小時或每天它就會寄這個E-mail給你 或者是所有的Open Data都可以在上面 或者是跟這個關鍵字有關的這個CVTag的 所有大家做過的這個Project也都可以放上來 那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寄各式各樣很宅的這種 就是GNV Project的名稱 也在也不用再做就是Project Hub 這是史上最後一個 好然後這個我們也想說 我就在想說也許我們也可以增加一些 像以前這種Kimono這種功能在上面 就是說它不會寫程式的人 它也可以用這種UI的工具 然後直接把網頁上面的一些資訊 變成一個新的API然後再加進來 然後我們也可以加就是可能跟這個政府機構有關的 這個Police的討論啊等等都可以放上來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 那最後呢就是這個GNVTW這個首頁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Dashboard 這個Dashboard你就可以看到 到底有哪些Open Data在這上面 哪些Project在這上面 然後有多少人訂閱 哪些政府的網站 哪些網址有多少人訂閱 那未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買Domain 就是這個GNV.TH 就是泰國的 或是點UK或是點其他的國家 然後就讓這個GNV就是可以增幅全世界 或者是如果你要付費訂閱的話 它可以寄手機簡訊給你等等 那因為我電腦螢幕壞了 所以今天要徵求就是電腦螢幕是好的 然後要再徵求一個更酷的名字 然後要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可以做這個 分析這個關鍵字 或者是知道怎麼分析這個網站 如果網站更新了 這個DIF的這個部分 那要有設計師或UI designer 或者是更好的ID 好謝謝